早餐店點 荷包蛋外帶 蛋一打 哇 是雙黃蛋 別以為中獎啦 網友PO出奇遇 老闆娘禁一個專身微笑 來 雙蛋黃要多收五塊錢 網友給了錢卻越想越不對勁 直呼你跟蛋商賣蛋 對方也沒多收雙黃的錢 為何要我多付五塊錢咧 是蠻誇張的啊 那個是我沒辦法預知到 那你可以接另外一顆蛋給我啊 太貴了吧 我只要一顆就好了 打下來雙黃蛋那是個意外啊 能不能換一份啊 不只民眾覺得不合理 網友更直呼最討厭吃蛋黃了 還要被多收錢才不要那顆咧 請老闆把那顆蛋黃挖起來 實際詢問店家 到底有沒有人這樣收錢呢 很荒謬啊 你一樣是一顆蛋啊 你叫蛋的價格一樣 然後我說因為裡面有兩顆黃 然後就多五塊錢 不會多收錢 因為它就是一顆蛋啊 也不會知道說裡面有兩顆蛋黃啊 連每天賣出上百顆蛋的店家 都直呼離譜 大多還是會當福利送給顧客 不過今年缺蛋 蛋價不斷攀升 雞蛋從產地價到批發價 都直指漲 零售價更是貴桑桑 從媚太金五十三塊 張到五十五元 創下歷史新高 自己淘汰掉 有三百幾萬隻 差不多一百萬隻 一直鼓鼓上來 導致現在這個缺口 天氣炎熱 老雞偏多 國旅旺盛 旅遊景點缺蛋更加明顯 農委會原本預估八月 渴望好轉 但目前仍然產量不足 每天缺蛋百萬顆 蛋價恐怕繼續居高不下 記者又為林林純安 黃玉蘭 台北報導 XO醬不簡單 他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嘗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醬 好 掃瞄這個QR扣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醬給帶回家